主料,豆角200克,土豆一个,西红柿一个,辅量,油,盐,葱,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好材料,全部切成冰状,炒锅中放适量的油,烧热后放蒜进行煽炒,把蒜的香味炒出来,放入切好的土豆片等土豆炒的片刻后,放入豆角进行翻炒, 待土豆和豆角都炒入味时,放入西红柿,翻炒出番茄之后,就可全盘吃了,烹饪技巧,一豆角一定要炒断生在出锅,二可根据自己的喜好,放青椒,红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